但是阿明我劝你,真的是你也想清楚 我觉得真的,表姐是过来的人,你也想一下哈 真的是我们女人的话,钱才是最有安全感的 因为你想一想吧,她们家条件是不错的 在我们村里面是数一数二的 然后她能娶我们家,她能娶你也是给你多大的面子了 因为好多女人都想嫁过去她们家 都嫁不继续的,因为她们家确实有钱 然后她爸妈妈又能干,而且又年轻 然后你也想一下嘛,反正就 表姐 我还是希望你还是嫁过去,真的 但是我感觉 你都说了 你都说了,那个 你也是过来人,对吧 我感觉啊,虽然她们家有 但是咱们不应该看她那些啊 我们应该就是 看着人,对不对 要看着那个人去嫁 而不是嫁给她的这些什么,有车有房这些 对不对 她人皮真的很差的 人皮差的话 人皮差的话,你条件再好也没有用啊 对不对,直播间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 直播间 咱们能不能把赞赞给她点到五十万 先把赞赞点到五十万,可不可以 我们把赞赞点到五十万 人心好 对,你看直播间所有人都说 你看老兔子 现在虽然她 其实叫什么 老兔子也没有你们想下主的那么坏 真的 表姐你都不了解她的吗 真的,人家也没有你们想下主的那么坏 我觉得她也是值得投赞的 因为毕竟你家过去的话 一时无忧的跟你说 吃的穿的 以后后半生 你的孩子他们都会 都会过得很好的 跟你说 现在你一个女孩子一个人去外面打拼 我们也不放心 而且很辛苦的 像你这种 又不认识字又没有文化 你怎么去打拼 而且你出去了我们也不放心 你们相不相信阿美出去 是可以比在这个农村更好呢 有没有相信阿美的 你们觉得阿美出去打工 跟王菲哥一起去外面 会比在农村更好的 你们就在公平上扣个1 我看一下 人品不好 对,我也觉得真的 我相信对象的话 真的人品真的不好 而且 而且你也知道的 曲布那个人 他天天跟曲布在一起 让表姐嫁给辣兔子 表姐有家庭了 如果没有家庭的话 也可以这样 你们怎么这么说呢 谁说的 你们在说让我表姐嫁给辣兔子吗 谁说的呀 我表姐之前 我表姐介绍也给我介绍过好多有条件的那些 但是 我真的是 不想 我不想看着条件去嫁 我宁愿辛苦一点 我也希望他能对我好 然后 人品好一点 我也希望这样子的 还有 对了 之前 晓晓跟曲布怎么跟你说的 怎么说王菲哥是坏人呢 王菲哥那么好的 他们是不是说王菲哥在骗我什么的 他们两个跟我说王菲哥只是骗他哈 王菲哥只是不想让阿梅加给辣兔子 然后王菲哥根本就不是什么好人 然后我的话现实当中我也没有见过王菲哥 然后几天我也是看到了人家确实是不错的一个 但是阿米你要想清楚 其实人家王菲哥虽然不错 但是你也不能就一生都只靠着他 那种你要自己去奋斗的 所以就你呢 又没有文化又没有出过圆门 又没有读过书的 我害怕你真的不行 然后你要要是你嫁给辣兔子的话 你可以不用出去打工 在家里面都有钱花 你还是想一下嘛真的 错过了这个车就没有那个店了 他也不会一直等你 如果真的是如果再说了哈 如果阿梅家人妈 如果是真的阿梅不嫁过去的话 我们家会赔很多钱的 就你妈一个人 而且你叔叔叔叔叔他们也不会同意 哪里来的那么多人赔钱给人家嘛 大叔他们给一万 假如说大叔他们给一万 我们现在要赔三万 如果他们给十万的话 我们现在要赔三十万了 就那样要发三倍的 发三倍还得看人家头不头一 真的确实不是说我想退就退 想解就解的那种没有那么简单 嫁过去就可以了 王菲出 家里面我知道王菲哥是好人 我知道王菲哥会帮我解决 但是 哎你是不是叫曲部进来了呀 没有啊 怎么外面有曲部的声音 直播接家里面是不是有曲部的声音呀 你们有没有听到 好像有人在外面 是不是我弟弟给他开门的 你不是把门关了吗 关了呀 我肯定去不来吧 他来过我们家吗 他怎么知道你们家呀 肯定不知道怎么来了 天天来我家的嘛 天天来这里捣乱 还有表姐那个小小是真的 不要不要跟 哦 哦 我弟弟 你不要让曲部进来哟 在外面玩 把门关好 把门关好 不要让曲部进来啊 我也不知道你找了这些不少不是的不去 曲部和他们又怎么来了嘛 把门关进你一个女孩子 这样子人家听到了 曲部不是我朋友 来直播 我说话的给你说 直播间叫阿美你们觉得曲部是不是我的朋友 曲部是不是阿美的朋友 是不是 你没事锁好的呀 你们不要把门打开哦 不是是吧 你看他们都知道的曲部不是我朋友 不是啊 真的不是我朋友 不是就最好 不要跟我打在一起跟你说 哇咱们 也不好退的 你看有五千位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 他们都在说 都在说 哇 都在说 不是 看到没有 曲部是小偷 曲部是小偷 曲部真的是小偷啊 这个村 谁不知道对不对 但是以前我是不怎么想说他们的 因为他也没有坏到我身上嘛 对不对 真的是 曲部是坏 五千位哥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 咱们能不能把赞赞给他点到六十万 先把赞赞点到一百万的话有点难度啊 先把赞赞点到一百万可以吗 咱们先把赞赞给他点到一百万 嫁给王菲 没有啊 我 我 王菲哥虽然是帮助我啊 那些 但是你们也不要 不要想 你们也知道的 阿妹就 就这样子啊 嗯 我 我 小小小小王菲 什么小小小王菲呀 什么呀 我真的好像有点听到去不了 好像外面有人在叫但不知道是不是 啊 我操 阿妹妹妹 你怎么你怎么进来了 啊 谁给你开的门 啊 就那个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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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嘛让我弟弟给你开门啊 啊 你干嘛让我弟弟给你开门啊 怎么了 你弟弟啊 他们喜欢我啊 啊我真的是 那个阿妹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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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妹 你你你你你哎你小小走了吗 小小走了吗 这不怎么你是不是要准备 准备这几天就走了 干嘛啊 家人们全部拿着什么 你这是干什么 拿了我的行李过来了 啊 什么你的行李 你拿你的行李来我家干什么 我的被子我衣服 我衣服拿来了 这不呃那个米国家 是不是准备要走了阿美什么 阿美美美你美国家是不是准备要走了 走不走跟你有什么关系 走走跟我跟我没什么 怎么没有什么没有关系啊 啊走的话啊 假如你假如你要走什么的话 呃就呃就 我也我要走 哎呀你看去不去不有 去不有了我去把你妈嫁过来 你走不走不走 不走我表姐去叫我妈妈了 哎 她叫我妈妈了 你看我 那我先先我快点说吧 然后我回家 等着你 嗯不是你你你你来我我这样吗 我表姐去叫我妈妈来了 你们觉得这样子行不行 她不怕我 但是我妈妈毕竟是个长辈吗 对不对 行不行 我表姐说要去叫我妈妈了 因为这是在我家 我表姐赶她也不好意思赶 我表姐赶她也不好意思赶 你是不是那个明天啊 你呃这几天就走的意思 同意让我表姐去叫我妈妈来的 公屁上抠个椅我看一下行不行 不是啊我跟你们讲啊 是我弟弟给他开的门啊 是我弟弟给他开的门 就我弟弟给指不开的门 但是你看你就带了什么东西你来我家啊 什么什么带了什么东西 我带着我的洗牛 我去了那边的话我要 呃 什么去那边 谁跟你说我要走了 谁跟你说我要走了 不是谁跟你说我要走 啊你我我要走 你就你就拿那么多东西过来了 是不是 那我走我的你你 啊什么 你走的话我要走 我必须要走 不是你你的小小呢 我走你走了的话 我的小小他们 他也肯定要跟你 你你们一起回去了 让你一定要 我一定要跟着你走 你去哪里我去哪里 你什么意思哦 你去哪里我去哪里 不然的话你也 必然的话你啊 别人走 你敢走的话比掉 不要 是不是又是小小小小小跟你说的 直播间所有家人们 是不是又让又是小小 让他这样子的 是不是又是小小让 取不这样子过来的 啊没真的啊 我说啊 如果你走的话我要走 你呃 你也别想一个人走 你走的话我 你走的话我的包 他也肯定要 哦走的 这这点我是记住了 这你你走的话 呃 我走我走是我我我的事情跟你没关系的吗 你 不吧 我当然说话你别想走 我我一直跟着你 你去哪里我去哪里 你去上厕所我也去上厕所 你怎么叫我不要脸 你你去哪里我就去了 你现在我现在24小时都在你这里了 我我今天晚上等一会我好好跟阿姨说一下我今天住你们那个厨房吧 什么住我家你你疯了吗 你跑怎么办 什么我我我走我的我我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还住我厨房你你你你生疾病吧 不可能话你你走了话我 不是你你你你你你 你那个头头走的话我怎么办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哎你们觉得是不是不是不是 你实话跟我说是不是小小让你来的 是不是 肯定是小小让他来的 你们觉得是不是小小让他来的 小小没让我来啊 你别坐你别坐 你就抱的什么呀你啊 我的行李啊我的衣服我的杯子 我要把他拉出去 杯子 像拉出去的话我就用啊 杯子 我现在你也在哪里我就在哪里了 现在 凭什么